玄學的大形勢 其實來年豬年 因為所有土的位置似乎不是那麼有利 所以其實地產的調整會比較大 所以我想等上車的人可能是一個佳音 但整體來說 樓市大家千萬不要心急 我覺得其實下半年 就慢慢選擇更加理想 但又要注意息口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西位出現了 其實波動一點的升 這個位置其實很容易 基本上是銀行貨幣或者是息口問題 可能就牽引到買樓的麻煩 這次還會說什麼空宅 什麼銀主盆這些 是啊 怎麼去選空宅 怎麼選銀主盆 其實空宅又不是一定不能住的 但是視乎你宗教信仰 以及之前發生的問題如何去解決